大家开心吗 开心 感谢配合 感谢配合 然后说的MC话题是 有什么事情你是陪别人去做的 但是你自己却成功了 然后从时事 时事节开始吧 时事节是什么东西 时事是时事 时事是时 Hello 大家好 我是BJ48 听B的章谋会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BFB的过夜 谢谢大家 耶 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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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陪别人做的事情 然后自己去成功了 就是我很多就是前辈 就是招募的时候 都是陪他小伙伴一块去那个 就是招那个去参加的 然后我看很多前辈 都是最后是自己进了嘛 然后我的话 其实 怎么说呢 就是一般来讲 都是跟大家逛街的时候 比如说 跟婚小会儿出去逛街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要去做SPA 因为回神酸糖 然后去做SPA的话 他 我们去做一次 然后他每次都要带一张卡回来 或者说去逛街 比如说我只是说 想去那边逛一逛 随便看看 但是呢 明明是我提出来的 但是我带的人 全都大包小包的另外 我自己一件没买 还会是你穷 不要说出来嘛 我从来不大包小包的 我很亲 就只有一张卡 可以 但是你的一个卡 抵了人家一大小包的衣服了 好 谢谢大家 耶 甜甜奶茶甜甜的 舒丽 大家好 我是BJ48 Team B的甜甜甜树丽 谢谢大家来看Be Your Factor公演 耶 Factor 甜树丽 谢谢 甜树丽 谢谢 甜树丽 谢谢 然后 然后 是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我是那个 就是 去上洗手间公共厕所 就是别人去洗手 那个感应出水 不会出水 然后我去 他就出水了 嗯 太成功了 刷脸了 就是别人没有成功 我成功了 而且好多次都这样 就我排在后面 等那个洗手 然后他 他就很尴尬 不出水 然后我去 他就出水了 我也很尴尬 对 可能是我人品一好 然后 然后就 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 我是BJ48 Team B的胡小慧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 谢谢 耶 再到 胡小慧 谢谢 谢谢 胡小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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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说一下有什么别人不成功 我成功了 呃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班有一个男生 他特别喜欢我们隔壁那个班的女生 然后想跟他做朋友 然后 哈哈 就让我 就让我 就让我去帮忙套路 然后 最后就是我成功了 他没有成功 这样子 对 嗯 呃 成功做朋友了 对对对对对 没有别的 嗯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 我是BJ48 听别的沈小爱 现在来看我们别的班特公演 谢谢大家 耶 赞路 沈小爱 谢谢 沈小爱 谢谢 沈小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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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小爱 谢谢 呃 有什么就是 成功的 就是跟朋友去 然后我去成功的 就是去年总选之后不是放了一 放了假吗 然后回家之后陪我朋友去找工作 然后他去了一家服装店吧 然后那个服装店的老板就是觉得我朋友太矮 然后觉得我个子挺高的 然后 你朋友 你朋友是得多矮呀 我们广东人 我这样已经是巨人了好吗 我也是广东人 这场有没有广东的朋友 每巨还在这呢 还有小爱 小爱 这里这里还有半个 没有小爱 小爱我觉得我挺矮的在广东 我觉得广东人都很高 我是潮善的 你不要羞辱潮善人好吗 我们潮善步呗 真的 就是我们同学嘛 就是我朋友是1米50差一点 对 你不也就1米49吗 我1米6多一点好吗 然后就整整高了人家10公分嘛 然后可能对比就比较明显 然后因为 我们也都1米6多一点 对 你出去玩感觉是带了一只小朋友 大家都1米多一点 对 不一样 我的1米6跟你们的1米6不一样 主要是他长得好看 哎呀说不下去了 然后就是因为卖衣服嘛 必须就是要腿长嘛 个子高 你这次有什么误解吗 谢谢你夸我 谢谢你 然后就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 他没他没有被交拼到 然后就说我嘛 然后我跟他说对不起我是明星 然后就没有 我觉得可以了下一个吧要不 下一个吧 下一个吧 请下一种小伙伴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BJ48 Team B的杨新鲜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BJFighter的公演 谢谢大家 耶 下一个 下一个 小伙伴 谢谢 谢谢 小伙伴 小伙伴 谢谢 小伙伴 然后 最 什么反正话 有什么你陪别人做自己成功的 好 就是最近的一次吧 就是我跟周杰一吧 就是我们两个都说好要去减肥 然后都是一起吃啊一起减肥 但是我瘦了他没有瘦 也是已经如此艰难 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了 大家看得出来了 我怕你们就不喜欢我了吗 喜欢 喜欢 非美偶像耶 喜欢喜欢的 然后就这样 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我是BJ48 Team B的秦宇文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BJFighter的公演 谢谢大家 耶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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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然后 说说那个什么 什么 话题 就是你陪别人做是你这次 哦 我陪别人做嘛 那我就说说那个吧 就总选吧 对吧 我就感觉我是 就是去看个什么演唱会 就是看看前辈们之间的那些 嗯 什么 然后 结果我没想到 嗯 自己意外的还入了U堂Top16 哎 挺高兴的哈 感谢我的粉丝 然后 今年呢 也希望我离成功更进一步 啊 哈哈哈 所以我下天到了 哈哈哈 然后 大家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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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差不多吧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 我是BJFighter 天秘的狐狸之 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 谢谢大家 耶 耶 火力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让我想想就是有时候陪别人做自己成功的 其实我很多都是我陪别人做然后我自己失败的 结果每天都跟别人说我要减肥 然后我们还拉了一个减肥群说我要减肥 然后开始人员名变成八十斤 然后这个谁谁变成九十斤我还在这儿 不是你还有我呢 谁说一百的 哈哈 一百说轻了 一百说轻了 对就很尴尬 然后我会努力了 对这个月一定会成功了 谢谢大家 耶 耶 大家好我是BJ48 Team B的周杰逸 谢谢来现场大家和看直播的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 谢谢 耶 周杰逸 谢谢 周杰逸 谢谢 周杰逸 谢谢 周杰逸 今天说那MC嘛 就是我有一个小时候很好的闺蜜 就从小一起玩到大的那种 然后她成绩一直比我好嘛 然后后来长大以后 她是考了一个很好的大学学那个服装设计 然后呢我是要去澳洲学珠宝设计的 我们就 我们就选择有钱 我们就商量着那个 以后就开家工作室 就是那种衣服品牌什么的 当然她也是 她也是就是追星的嘛 她也追我们 所以你现在把 然后呢 等一下 你先让我说句话 怎么办她才能推我 怎么办 我要怎么做她才能推我 我才让你的朋友认识我 你要让周杰逸推你 因为她朋友是服装设计 她是珠宝设计 她是珠宝设计 你要我怎样都可以 我想 我想认识你 你是学珠宝设计的 我想认识你 你们贿赂我一下 现在夸我一下 我周杰逸 那就是优堂最完美的女人 还能用谁与她媲美 你推不推我 你比杨欣瘦 你比杨欣瘦 真的你比杨欣瘦多了 杨欣是什么 谢谢你 然后呢 然后呢 她也追我们和 然后现在她的那个 然后她以前 她推谁的 她推谁的 她都推 她推谁的 我劝那个人退团 她推谁的 等一下 你这样不好 我能乱说话 她要是看公演的话 她就肯定不推你了 你要是这样说 你还不夸夸她 哎 舒宝的朋友 看过来 看过来 她有可能 我是她 我是她在婚里最好的朋友 所以你尽量推推我 你们俩并不熟啊 怎么不熟吧 我们都一起跳过梦的女人了 你又嘲笑我 那梦跳跳 我看了看了看了 你给大家来一段 我不要 我只想看最后那个躺镜上的动作 搞我 不 我要再真这么来 她朋友就不推我了 你接受 来 然后呢 就是因为她以前是嘲笑我 那个纯迹比较差嘛 然后她现在每天晚上的日常 就是边 就是赶稿子边看 就一边赶稿子一边 就只能看我们录播 在屏幕前 就 就我就觉得非常自豪 虽然她不推我 但是她也能在屏幕上看到我 好就这样 谢谢大家 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BJ48 Team B的陈北军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公演 谢谢 耶 所以有一件事情就是 不是我陪别人 是陪别人陪我的事情吧 就是 我以前小时候就是 呃 我们家附近有一个电器城 呃 然后他们是卖电器的 然后他们会 每年暑假都会举办一些什么 歌唱大赛 然后 然后 当时我就是 特别想报名 我就想拿那个三等奖 有个微波炉 呃 他一等奖是一个 冰箱还是空调 然后 二等奖是一个 冰箱还是空调 哈哈 反正就是他们两个 就其中一个是一等奖 然后我 我特别 我就只想要三等奖 因为家里缺一个微波炉 然后我就报了名去参加 然后那 但是我很害 我就很害怕嘛 一个人去 然后就拉上我同学去 拉两个 然后 最后结果就是 我们唱完之后 他们俩都禁了 然后 我是最后一名 然后就很伤心 然后 自从那次之后呢 我就 我不论我去面试什么东西 或者参加什么东西 我都是偷偷摸摸地去 就是我觉得很丢人 所以 就参加SNH这个面试 我是偷偷摸摸地去 就没有人知道 我去干嘛了 就自己偷偷地打了个飞机 然后飞去上海 然后偷偷地 然后过了中神 然后偷偷地回来 然后从此就养成一个 很偷偷摸摸的习惯 嗯 我是 君姑 大家好 我是BJ48 Team B的 阎明珍谢 大家来看我们今天的BRFight 谢谢大家 耶 再到 阎明珍 谢谢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 嗯 说到MC话题的话 其实我就是 张梦慧口中的那个前辈 我是陪着我的一个同学 来参加的我和 然后我就进了 尿 就 没有了 你同学和你断绝关系了吗 嗯 反正现在不联系了 但是在我心里我们还是朋友 我就不要那个东西 他是不是把我当东西了 你知道吗 这种感觉 所以说 呃 怎么说呢 原生处处充满奇迹 请大家珍惜就这样 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 我是BJ48 Team B的 优传四伏林兴和 谢谢大家 今天来看我们BRFight公演 谢谢大家 耶 谢谢大家 然后GMC就是陪那个 就是其实我没有 我当时看他们很多人就是陪别人去参加比赛 因为之前在北京面试的时候我前面是陈雅玉 就是我们俩的号是连着的在六期的时候 然后 然后后来就是 现在它是你的后备 对 然后还有更好玩的 就是我们六期不是有一个那个影视就是要演一个小片段有一个主题 然后我们那组的编剧是格格格格斯奇 然后结果那组他聊了 然后他就在一起 优秀伟大了不起 不不不不 都是缘分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再就是他们就是七七的时候再看到他们就很高兴 嗯 然后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 我是BJ4店的TimB的孙小燕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BRFight的公演 谢谢大家 耶 再到 孙小燕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哎不是你们今天为什么都不靠名字了呢 因为要控制时长 因为要控制时长 快 孙小燕 你们别抠了 这要是长时间出来我就得扣钱了 然后 就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是那种陪别人去一般都会选别人不会选上我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不想说 我要换一个话题 就是昨天晚上去 谁给你的这个权利 我自己的脑子 我昨天晚上亲人去我房间 他说 他生日公演的时候我没夸他 让我再夸夸他 他真的是我们对 怎么说 像骂人 嗯 我觉得可以了 要不我们优你他吧 你让燕子说句话吧 要不然他又咕噜到地上了 就是 他是我们对那种 他真的是我们对素颜算的想当当的好看的人了 所以请大家让他来一场素颜公演 就这样 谢谢大家 哇哦 那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的UNIT曲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陈美俊不要走 陈美俊不要走 Hello 我们刚才欣赏了很精彩的UNIT曲 身世公渡 子弹日记 瘦 一天天一点点 还有 麦 大家喜欢吗 喜欢 哎呀妈呀 跳功也拆拆了老命格拆 我刚才 哈哈 你这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刚才一下子 我感觉我整个腾空要往后倒了 我一瞬间以为我可能要 献身于这个台上了 要上平 把子弹日记和那个弄混了 对 你知道吗 我每次子弹日记碰到老高 我其实也不想碰那么高 但是我每次控制不住我自己 对 你子弹日记的人家就这样子 你把腿撬天上去了 我要显示我的基本功 然后 那我们今天MC话题是什么呢 一次网购很惊艳 是很离奇的那种网购经历 经历 经历 我觉得很惊讶 但是我想玩一个游戏 什么游戏 就是没有看过这个游戏 就是比如说天天 你帮我示范一下 就是我说 就是什么 左右 你必须要跟我的那个 手是反方向 我只要看这里 看这里 对 然后一个人 只要连续就是 挑战剩余的三个人 就是都 就是那个人 反应的人 怎么说来的 打败了其他三个人 对 他就算了 成为一个最后的boss 所以呢 所以呢 有什么奖励吗 有什么奖励 就是让 能够得到孟慧一个吻 能够得到军姑一个吻 哦 哎呦 哎呦 我还没反应太经验了 因为 当事人知道吗 哎不管他就知道了 因为昨天 就不管他 我要亲军姑 结果被他追着打 真的被他追着打 我昨天在 我只是追着 然后想要 就要没有想到 对没想到 在舞蹈房里 就看着一群人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 军姑 不是我已经知道小爱的弱点了 就是军姑 军姑 现在我们不要跑题好吗 好好好 不要跑题 那来吧 你来先来挑战我 挑战你是吗 对 但是我没玩过有这个游戏 我想看孟慧和甜甜先玩 因为他们俩有拍 你先来吧 对 就是 你三个人都要连续的 甜甜会不会慢慢拍啊 不会的 你说三二一 然后再咔 然后再三二一咔 三二一咔 你说呀 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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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算赢了 这么赢了 对啊 你就要跟他反了 然后想你不要跟他右 看看看 看这里 你刚刚还记录了我 你刚刚还说姐姐 是我的了 只要不一样就行了 你少来 好无聊哦 然后他已经挑战 我输了 你输了 他没有我想象中的好玩 可能我就是太少的人 但是你这样的话 我分不赢就是谁赢了 就是你输了 我输了 就不能玩了 就三个人玩吗 那你们三个人 应该人多 因为他是要连续的 看这里 我们人太少了 对 人太少了 就是你们站好 然后我说 我这样说 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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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厉害啊 全部都 不 他这是事实的 不 他这是事实的 他刚刚还没有说要 可是我都赢了 不是 我们今天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 就是心理准备 对 对我们没有 看这里 我不看 反正我觉得是我赢了 反正你赢也没有奖励 输也没有惩罚 那就算我赢了吧 就是赢了之后 不是 你应该是功过相抵了 你刚才输了 好吧 好吧 但是这样就没有人 获得君姑的吻了 我觉得 没关系 拜拜 那我们 请欣赏 下面的 歌曲吧 黄夏紫禁城 谢谢 谢谢 太快了吧 耶 我们刚才欣赏了 黄夏紫禁城 和新梦奇遇季 大家喜欢吗 喜欢 然后 来 我有一个声说 祝柴家旭小朋友 生日快乐 祝你以后 都能签到票 每次都签第一排 耶 哇 这欧起 然后还有别人有吗 没有了 OK看一下 MC话题 1 1 1 用什么 2 表演相爱相杀 3 对中是谁理由 4 什么互动曾经 5 都笑肢体输出 都打开 哎 以为水瓶怎么回事 都打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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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打开 哥哥 要不我们听一下哪个高来的 我估计就三吧 我听的三最多 那三吗 好吧 那就三了 你们不说话 我觉得选不出来要三 怎么选 看看这里 哪儿 快点 我在某站上看那个我们什么笨队最笨的视频 你站最多 怎么可能 我去面对最后的遮羞部好吗 我当时就是老刘 原来就是你拉跌了我们的 老刘不再也想篡位 对就是想篡位了 我不心想带块布 你不在看直播吗 他一定也不在看 他肯定在 哎 羡慕 你等会回去看看微信 他有没有给你发什么消息 我估计不会的 那谁先说 三 就决定是你了 就决定是你了 我想好了 来 我什么来着 哎呦 这种题还要看 真的不用看 我要画一下甜甜前辈 她智商可高了 为什么 甜甜自己都很疑惑 什么时候的事情 不是 她跟我相比之下 我马上把快递名改了 不叫傻白甜了 叫傻尖甜 为什么 通白甜 可以 就是上次我来一起出门去吃饭来的 然后就是 就是我们那个司机来接我们 然后就是 他们我们东南西北 我们找不到 我们不知道 正常话 那是你路吃啊 我现在经常的话都会说左右啊 或者哪口啊什么 不会 反正我跟我说东南西的 我是不知道 然后甜甜前面 就会套出手机指南针 然后 那是指南针 我还以为说 他都指针 他也别东南西本 就是正常 至少我会用高科技 他会有手机 你不会用 对啊 没有手机 没有素素说 他智商高嘛 你就从这个点判断的是吗 厉害 我想不到啊 就那个手机 我等会就下单一个高德地图给你 我等会 我好几个呢 但是我不会想到轻用 那 那不就是你脑子有问题了 那不就是你脑子有问题了 那你出门怎么办的呀 所以我凸显大聪明 不是夸聪明吗 智商高嘛 其实我们这组找不出来 你可以夸别的组的 啊 下一组呢 不是啊 我真的 我们还有队友呢吗 他就想夸夸他 你夸夸他吧 我凭什么夸他 他又不给我钱 我给你五块钱 你夸夸我 我不 五块钱 怎么也要十块 对他来说很不容易了 能给五块钱 对 我真的很大方了 我昨天 我和庆佑文出去吃东西 我们两个 还有我 忘记了 我们三个出去吃东西 然后呢 一直在纠结打车费这个问题 因为他不是有的时候 他那个 就不同的手机 同样的距离显示的金额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就一直在纠结说 天天你看看你的那个多少钱 然后天天说 那我这少三毛 那我就用我的吧 你知道吗 就是我是一个 这么多呢 对 所以五块钱对我来讲真的很多了 小月你快感到荣幸 快夸快 那你先把你 你管我自己的眼镜 眼镜 眼影刷什么充电器 充电宝电宝什么先还给我行不行 我求求你了 我那五块钱不要了 你把我东西还给我 我还给你了充电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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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眼镜呢 眼影刷 眼影盘都是你那坏的 我还给你了 我在你那画的 我告诉你就是我以后就把他们瞎diss我 所以呢我每次我要去见别人呢 对 然后我就在他那画 我看他怎么找我 真的我就在那画 就你把他在那把他东西都用光了 你看他什么意思 你开心吗 他做点把你用 我没有把你带走 把我带走 什么东西带走 你夸一下他 他人都是你的 对 我为什么要要他呢 哎呀你妹子良心夸 给满足一个成就欲 妹子良心夸一夸就能怎么定 哦可以 你知道就研究生 其实研究生昨天那个题 有一半是我出的 和那个吴浩哥哥出的 太简单了 然后没有 我当时出了一个你的题 当时就被哥哥啪死掉了 什么题 那个题太简单 就是B队 为什么张梦慧是B队的时尚担当 他有什么选项 我当时写的是A A因为他很时尚 2因为他穿的时尚 3因为他脑子不好 不是要我说你脑子也不好 这不是要送分题吗 他不是ABC吗 为什么是123呢 ABC啊 你刚才说的可是123 他怕你听不懂 你说123 他怕你听不懂 你说123 你这脑子还要我们快聪明 我天 来宝宝 说啊 你别半天的 你赶紧让他说 我觉得这题真没法说 我能问一下你为啥别个别者吗 是因为咋的了呀 不怕言说的理由 我知道了 你可以夸自己也行 你要觉得别人也聪明 你说就我 我最聪明的 不不不 那个我就夸不出来谁最高 就只能夸这个 是不是你们只能夸我们对谁最美 对 对 对 那你说这话更加 你怎么合适 你给我回来 不是夸我们吗 有点水 有身高最高 颜值最高 但是智商最高好像 比较隐晦 不真的 我智商真的很高 你怎么来证明呢 你给大家证明一下 我反问答题吃鸡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狼杀玩得很厉害 狼杀是一个逻辑推了游戏 我真的 冯思佳前辈表示不服 battle啊冯思佳 输了一年 没有 下次我跟他PK一下嘛 对吧 然后还有 还有 你们现在把这段截图下来 发给冯思佳前辈啊 他知道 本来我们就已经约好了 但是一年了 我们俩还是没有出击battle 他嫌弃我们队智商 他说那个出个疤 他说以为是个枪棒 我记得就是B50的时候 他来我们队跟我们玩 不是 玩二人虾 玩二人虾 然后他进来就是一举天亮了 他就出去了 他都不想大力 他自己自爆 然后在旁边看完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 我们俩都是狼 然后我们俩稍了一个联报 然后吞进回 然后把 你不是愿家吗 是吗 就是不想让你说业人嘛 然后就 玩了一个就是 比较普遍的骚骚落 结果 玩崩了 太骚了 没想到我们都不懂 对 然后没想到就按 不行 那 我 你可以自夸一个 你夸哪个 我给你五块钱 你夸不夸我 你夸一下 你夸 你有什么好夸的 我真想不出来 全然他长得高 智商 你知道我昨天看完那个公演之后 我发现我想把自信女人的称号让给你 哇 那小眼神绝了 对 他说我跳梦跳的特别 太自信了 你坐下 这个 你来 你来一段 你来一段 来一段 就是那个 那个手 不 你是一个表情 主要在表情 不在动作 对 不要在动作 随便随便 你表情消魂一点 按嘴是这样 我的妈呀 怎么了 他在 他在 我说不好看吗 好看 好看 就是惊为天人 知道吗 被你的美貌震惊了 这样的美貌是真实存在的吗 看一眼都难 你怎么说呢 难以忘却 只看一眼也是无法相信的 嗯 想想 我觉得就是我吧 说真的 我下次特别想组织我们队全员去测一下那个智商机 我觉得我们队不是智商高 我们队是不要连比别的队都强 尤其是你 怎么可能 段一璇在那 没有 我觉得吧 我其实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我们队笨 我一直没有感觉出来我们队笨 我们队其实很聪明的 对啊 就是被你祸害了 不啊 你先想想 除此我 除我之外 还有 还有谁 段一璇啊 就是段一璇 胡小慧 然后 刘一璇就算了 别别说 再说全对造出来了 我现在我现在连累我们队全队 不行 你看你一个名色气不开 我叫什么 我叫什么 你叫周周 全名 周周周 你还思考了三秒钟 在犹豫了 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既然只记泥冲 我觉得这样比较甜一点 找借口 你就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他叫什么 周杰逸 那杨新的外号是什么 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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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没有 我有个新外号 他的外号 天 我叫九一少女的梦想 什么 他的外号是九一少男的梦想你知道吗 为什么 为什么 微信名 他膨胀了 像美军的微信名是一头肥猪 他是九一少男的梦想 没有 刚才甜甜的微信名叫 胸大无脑 我明明叫胸大有脑 你知道吗 刚才这个成语 我在他这个区别人上我就想到了 我没敢说 什么 这个区别人你刚才当了鱼 太那个什么了 对 我们不能把脚后背带上成年人的世界 不 昨天初见一 不 甜甜初见一那个梦 哇 怎么了 你觉得 哇 掉的不行 你知道吗 那个游易他还把人家怎么了 没有没有 我看点看点 到你了 老胡 到我了吗 我觉得我说差不多了 哈 就是 最聪明的人我觉得真的很难选 但是最傻的人吧 眼前有一堆 眼前 那我们在他眼后来 没方便吧 眼前是他们 对啊 我看见他们 打扰了 让我想想 聪明 我真的想不到有什么聪明的事情 我满脑子都是 平时私底下那些丢人的事情 我其实觉得 我其实一直都觉得刘璇智商不高 我只是觉得在我们的称托之下 他显得称伤很高 对 等一下 你说在我们的称托下 哦 在你们的称托下 没有我 没有 就是有你 哈哈 场面都尴尬了 很尴尬 谁来打破这个僵局 那就在我的称托下吧 就是你了 是你了 就是你了 我就救个场 你们还鼓掌 我觉得 哎 就我吧 我都微信名那样了 就 只有我了 就是 微信名是什么 无脑啊 无脑还是 有脑 有脑 你 你 以前两个赞是算了吧 放弃这个梦想吧 小燕 我 我真的要夸一下奶妇 她智商是真的很高 她是让我觉得是那种双伤很高的女人 在我们队里唯一一个 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啊 她就是长得很聪明嘛 她给你多少钱 我就是那种瞎的夸人的人 反正我觉得她智商挺高的 我觉得我们再落下去 阳台的歌就爱打断我们的腿了 对 我们有请下一组小伙伴吧 耶 耶 你怎么走那么快 耶 耶 本社可拉卡 本各位都做好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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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进入生祝环境 对 祝爱闹的骷髅酱 生日快乐在不在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您 耶 没有了吧 又天才了 我们来讲话题 二 二 你们还需要看吗 赶紧去补补我的PV好吗 我不想看狗尾巴草精 那个是小牛奶的 他们说他们两个可以接起来看 上集和下集 那选几 二 二 天天公演看的还不够吗 这个天天看阿鲁 五吧 五 五 五 自选 那自选来 自己来 嫂子 怎么了 自从看到这么美丽的嫂子 我就想认你做大哥 好不好 收了我这个小弟 我告诉你不是他 那是谁 完了 好了我刚想问一个问题 明天是母亲节对吧 是明天吗 是啊是啊是明天 你们都得叫我妈 为什么 明天要生日公演吗 哦 悄悄给自己打广告 你还记得我经常跟你说什么 说什么 原来是你 我爸爸是他呀 你选一个吧好吧 母亲节 母亲节你会跟妈妈有什么互动呢 转红包吧 曾经的也可以说今年的 转红包 今年也接着转红包 说完了 下一个 好好笑 好好笑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呀 不用你笑快清闻 那我说个什么 说五吧 左边逗笑右边成员 不能有肢体接触 输的丑罚之心坏在冒险 这个好玩 这个来了 来吧 我们不能有肢体接触哈 左边右面 她说的左边 你的左边是美军 我的左边是你 你说你选哪个 算了 这样吧 大家来选吧好吧 不不我开玩笑的 我不要跟你抢 你还是别逗我我笑不出来 不是你逗他 你逗他 左边逗右面 好 来 开始你们的表演 我不太擅长 去年 B50舞台上 一万多个人 他说 我在看他 然后呢 台词什么 我忘了 你好像搞错了 是一万多个人 他在找我 他在找我 对对对 那我重来 不好意思 反正刚刚你已经笑了一次了 哦 哇 他是看着你才笑的 哦 那你有本事不要笑 我不笑 若我是地狱的魔鬼 也是爱你的淘气鬼 好苦啊 我觉得最近咱们俩有点过分 你过分美丽 我过分着迷 好苦啊 你不要背对镜头啊 你别背对镜头啊 我不要笑 笑笑笑笑笑笑笑 那如果输的的话 他可以 你要真心话大冒险哦 他问你问题 他输了吗 他笑了吗 你笑了吗 他笑了 除非你们眼瞎 你们问一下台下的观众 你们问一下台下的观众 亲一文笑了还是陈美军笑了 亲一文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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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文笑 你摸我的心跳 你的心在这里 真的吗 等一下你的心在这里吗 那是胃吧 那是我的心跳就在这里啊 那是哪啊 你的心在这吗 你的心长这儿吗 那上面一点 上面就算了 肾 肾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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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心跳 我的心就跳动在这里 我跟你说 他对你只走肾不走心 对 真的吗 那你是愿意为钻学花钱还是为美金花钱呢 这个问题都可以让他问了 为了钱有两个人 你说什么 那你惩罚我吧 我愿赌足输 就算我赢的我也让你 惩罚你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会罚你啊 那这就看你咯 把他爱你一万年 我们商量一下好不好 商量一下 怎么整他 算了就随便一个后空翻吧 后空翻 好随便啊 好随便哦 真的好随便 他穿成这样子 真心话大冒险要问的吧 是大冒险你可以 真心话大冒险你可以选大冒险 翻下去 那你以为我喜欢你 你谋杀清风啊你这人 要不翻下去要是我受伤了你会救我吗 我养你 好就凭你这句我养我我来了 好今天完美过年 好今天完美过年 怎么假的 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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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这样吧 要不 未来安全起见 我们微博见吧 要不 微博见吧 要不 可以打个厕手 还是抵一下嘛 真的行 你 你裙子 你 真的吗 你确定要 你要不要做点翻吧 点翻好了 你要不要脱鞋 好 他可以一直 真的是可以上刀上下有海啊 闭上你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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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你的表演 3 2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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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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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6 对你说吧 问你个问题 你们这梗已经玩烂了 这是一个考智力的 刚刚我看到一个MC说是 我们对谁智商最高是蛮不好的 我觉得你可以挑战一下 他这样子 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动物 鸡是C 狗是B 猪是A 记得了 那A是什么 再说一遍好不好 好 鸡是C 狗是B 猪是A 那A是什么 你 小慧你说的那个智商问题 我又想知道 那猪是什么 猪是 猪 猪是C A A 你 我已经讲完了 没想到大家竟然没有懂 我承认 我承认 我承认我智商高 我说猪是 我有了 我有了这么多优点 智商第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对吧 我觉得 情商高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队里面 智商最高的就是你了 美君 没有了 还好 那我考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就一个问题 好美的女人 笑天犬在天上是神仙 然后在下是什么 狗 美君 我愿意为了我爱的人成为那个傻子 我说对了吗 说对了 我就随便说的 好聪明 美君 你这个 美君你是最聪明的 小爱 小爱 我本来想逗爸爸笑 然后知道他的银行卡密码的 但我觉得好像很难 跳过我吧 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谁答上的就是我们对智商最高 好 有一个城市你给他打电话 他永远都不会通 你知道是哪个城市吗 这是考智商吗 嗯 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这不是考学历吗 学历 他说有一个城市打电话 就是你给他打电话 永远也打不通 给一个城市打电话 对 城市里面的人还是怎么样 不是就是一个城市 就是一个城市打电话 难通 嗯 不对 是年宁波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哦 哦 哦 哇 今天选到新知识了吧 哈哈 哈哈 好啦 那我突然也想到一个很冷的 大家 商业假笑一号二号三号 嘿嘿嘿 那我当然一号也想到了一个类似的 那也很冷 就是周杰伦里面就是他哪个朋友不喜欢牵手 你们知道吗 周杰伦的朋友哪一个不喜欢牵手 我 知道吗 我 我不喜欢牵手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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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就不喜欢牵手 明明 明明 对啊 好好笑 哈哈 你好好 你好好 你撞到我了 你撞到我了 来巨哥 巨哥让我们 让你结束 那就让我们接下来下面的歌曲吧 真的吗 好 那就请大家欣赏 接下来的歌曲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